第一天我作为一条小鲨鱼诞生了 我的父亲即将进入一个危险的血脂仪式 鲨鱼正在被猎杀我必须尽我所能 等等爸爸 我游过去把他推了出去 结果我代替了他的位置 一是启动了我扶了起来 吸收了他所有的力量 我变成了一条小血沙 我感觉好强大 刚刚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时危险的动物猎人进入了我们的家园 我们终于找到他们了 收集他们的头颅作为战利品 他的手下冲进来要把我们都杀光 我在混乱中游动找到了我的父亲 这些猎人不会罢休 你快去找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力量 第二天我不情愿地听从了父亲的话 离开了我的族人 这时我看到一个玩家站在一辆水上摩托艇上 你在我的水上摩托艇水里 你这个怪胎给我滚开 因为我被撞了 我的视线开始变成血红色 我无法控制自己冲向那个玩家 开始向他释放出锋利的血脂斩机 他开始开车离开 我一直追到我们两个到达了一个海滨 在那里等着他的是后援 在我还没来得及冲锋之前 你刚刚犯了一个大错误怪胎 把他放在码头上 第三天我被扔进了一个水箱 我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在一个村庄市场的中间 让我出去 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 我看过去是一条奇怪的便衣鱼也被困住了 这里是村民们交易各种 与我们海洋生物有关的东西的地方 我爸爸还等着我呢 我愤怒地打破了我的水箱 开始在码头上跳跃 但是我的血腥味又被触发了 我看到一个食人鱼心在一个摊位上 我必须得到它 鲨鱼逃跑了我周围的村民都开始惊慌失措 有些人甚至跳下了码头 这导致我成功地拿到了食人鱼心 我升级成了一条更大的血沙 现在我有十颗心 我的血腥味也增强了 第四天之前抓住我的玩家回来了 他们拿着武器冲了进来 但是在我的心形态下 我用血之力量击败我的敌人 他们不是我的对手 于是灰溜溜地逃跑了 我正朝着水的方向跳跃 这时刚当的便衣鱼叫住我 别忘了我 可我不认识你 但我知道你在找什么 你放了我我会告诉你 我把鱼从水箱里放了出来 跟着它穿过海洋 没过多久我们两个就到达了一个血海海岸线 水域里有奇怪的基座 你找到的那颗星属于海洋中的六种血质生物之一 我看着其中一个基座把星放了上去 这引发了一个小型的血质意识 如果我找到其他血质生物的星 我就能获得它们的能力 第五天我决定在海岸建立一个星家 这时我看到那条鱼也在水下给自己建了一个家 你救了我所以我会一直跟着你 顺便说一下叫我吉尔 很高兴认识你吉尔 说完我出去寻找食物 但一只小章鱼打断了我 你这个怪物 你就像那些猎人一样 我追着这只小动物 但它根本不听我的 但没过多久 章鱼就死在了我面前 我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被摧毁的海城 里面有猎人在抢劫 这就是它们的其余部分为格船长 很好把它们都收集起来 猎人然后离开了 这就是章鱼说的杀死所有的生物的人 我愤怒地追着它们的方向 直到到达一片竹林海岸 可惜我把它们跟丢了 你是血之生物 你认识我 我的族人认识另一个血之生物 比你好看多了 那个水塔穿过丛林跑了 我追着它沿着河流 直到我看到前哨站有另一个血之星 我正要游过去哪 但被几股水流抛到了一边 这颗星是血美人鱼的星 我们一直在用它来保护我们的家园 免受猎人的伤害 我需要它来阻止它们 水塔示意我 我跟着它直到到达一个奇怪的地方 你以为你有能力阻止它们吗 那你就证明给我看 第七天水塔在整个过程中排列起来 我开始参加它的障碍课程 里面有致命的陷阱 如果我掉下去 就会直接掉进熔岩里 而且在我左右两边的人 都在尽它们所能的扔东西 我从一个平台跳到另一个平台 但谢天谢地 我最后一跳终于到了终点 你完成了我们的致命任务 跟我来 我回到了水塔的主要基地 但它被摧毁了 在美人鱼的星那里 站着一个穿着盔甲的猎人 我为猎人王工作 当我把这颗星带回去给他们时 我会得到奖励 不久就到了一个奇怪的空地 我把它跟丢了吗 就在这时灌木丛在我左右两边沙沙坐下 那个猎人跳了出来 小鲨鱼你掉进了我的陷阱 第八天猎人施展了一种神奇的能力 召唤出一大罐水将我们包围 从里面出现了一个血美人鱼的灵魂 拥有我的人将获得我的力量 有了新力量它变得非常强大 攻击也非常锋利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以美人鱼的力量我知道我完蛋了 直到在我左右两边我看到我有后援 他们和我一起冲进了战斗 随着人数的增加我们能够超过那个战士 经过足够的打击它被打斑 我收集了掉落的美人鱼血之心 因为这个我升级了 我现在有了我自己的血沙攻击 也可以在陆地上行走了 第九天到第十天 我带着水塔们回到了我的基地 我在海岸上为他们建造了一个漂亮的住所 然后我把美人鱼的心放在其中一个基座上 因为这个仪式开始变得更大 这时一连串的爆炸声在我们的基地响起 我出来时只看到我们的家被一群骷髅包围了 走到岸边的是一只巨大的骷髅野兽 把他们都抓起来带回摩托车俱乐部 我看着骷髅们冲过来开始抓捕我的朋友 然后在另一次爆炸中我昏了过去 第十一天到第十二天 我在一条阴森的小巷中间醒来 我周围有几个我的朋友都被抓住了 于是我咬断了笼子 开始在愤怒中追逐那些小骷髅 我正要把他们逼入绝境 但地板在我下面躺了 导致我掉进了一个奇怪的火热藏身处 我们不想结束你 但我们摩托车守骷髅需要你的帮助 没门 我用血之斩击攻击那只野兽 但它是一个强硬的对手 有暗影冲刺作为它的防御 我们失君力敌 突然它把一张神秘的地图扔在地上 这是一张通往血之心的地图 如果你想要它和你朋友的安全 那么你就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 我同意了 骷髅野兽带我离开了摩托车俱乐部 没过多久我们就到达了一个 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型玩家社区的地方 这些玩家在这里偷了我的东西 我想让你去把它拿回来 第13天到第14天 我开始偷偷默默地穿过他们的前哨 避免被那里的玩家发现 如果我被抓住我就完了 然后我进入了一个战利品房间 镜头是一根看起来很神秘的骷髅法杖 我走过去把它捡了起来 但当我这么做的时候 有人闯了进来 是谁在偷我们的东西 我及时跑了出来 正好看到玩家们转过头看着我 接着玩家们乘坐他们的飞艇朝我飞来 我惊慌失措不小心使用了骷髅法杖 导致一群骷髅小弟产生 小弟们能够使用投射物爆炸 将飞艇击落 难怪他想要这根法杖太厉害了 我迅速离开了玩家的前哨 我能感觉到你找到了他 于是我把法杖给他 我换来了利维坛迷宫地图 我保证你的朋友也会被释放 第15天到第16天 我相信了骷髅野兽 跟着他的地图 没过多久我就回到了水下 在一座阴森的寺庙入口处 欢迎来到利维坛的审判 那些希望获得他的新的人 必须证明自己有资格 接着我看到利维坛的审判 是一个巨大的水下迷宫 我尽可能快地游过他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挑战和死亡陷阱 就在这时我的血腥微再次出发 我现在可以透过迷宫的墙壁 看到在中心发光的是血利维坛之星 知道了他的位置 于是我做出正确的转弯 最终我能够到达迷宫的中心 我正要游上去领取我的奖品 却被击退了 在我面前的是利维坛的灵魂 你想拥有我的心吗 我想为你和所有其他海洋生物报仇 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 但不可能实现 你必须向我展示你的强大 然后利维坛游过来攻击我 他比我大得多 并用他致命的血闪电来攻击我 我开始游过另一条走廊 利维坛在我身后颈椎不舍 我游到拐角处迅速藏了起来 我知道你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在利维坛上方有一个不稳定的屋顶 我用血脂斩机射向屋顶 导致他踏在他身上 因为这个他被抓住了 我打败了他 你很强大可以接受我的心了 说完他便回了他的心 我收集起来后又升级了 我现在又多了五颗星 并且能够随意射出血闪电 第十九天到第二十一天 我和骷髅船员安全地回到了基地 他们帮助我和我的朋友们 修复了我们家的所有破坏 很抱歉有什么吃的吗 我花了一些时间为骷髅们 在我们基地的海滩上 建造了他们自己的餐厅 尽情吃吧 谢谢你 不客气 说完我走过去 把利维坛之心放在其他的心旁边 仪式圈现在离完成又进了一步 当我说这句话时 我注意到我们基地旁边的水里 有一条尾巴在摆动 他是一个血之生物守护者吗 也许他知道关于心的事情 但是他不理我 于是我跟在他后面 他越游越深进入了海洋深处 这个地方让我毛骨悚然 你要去哪里我需要你的帮助 伙计快醒醒 在我引起他的注意之前 一条巨大的枇杷鱼 把他整个吞了下去 第二十二到二十六天 枇杷鱼开始向我冲来 准备把我整个吞下 但突然他被击退了 快点这不会让他昏迷太久的 我转过身 看到一个守护者国王 在峡谷上方游动 我赶紧跟着他离开 躲在一片海藻森林里 那家伙怎么回事 那条琵琶鱼想要我们的血之心 就一直在捕食我们的族人 你有血之心吗 我需要他来阻止那些猎人 我带你去 在第二十七天到第二十九天 他把我带到他们家的中心 他们在那里拿着守护者的血之心 我上去抓住他 但很快就被切断了 我说过我会带你来 但我不能就这样免费 把我们国王的心交给你 但我需要这个来阻止猎人 但猎人不是我们现在主要关心的问题 而是那条琵琶鱼 如果我们有办法 把他从窝里引出来就好了 我有一个完美的主意 你只需要让琵琶鱼 一直追你回到这里 然后我们就可以执行计划 我答应了他们的交易 第三十天至第三十二天 我回到了峡谷 我在里面到处都释放了血解 但什么也没发生 这时我看到下面有微弱的光在发光 守护者是对的他真的很漂亮 我在这里做什么来着 我迅速开始游动 在后面追我 我冲向海藻森林躲藏 在里面躲闪 琵琶鱼射出了他的光攻击 直接击中了我 他的攻击并没有那么疼 但他让我在水中发光 我迅速游出海藻森林 冲向守护者纪念碑 但当我回来时 没有一个守护者在这里 琵琶鱼很快就追上了 我准备用另一次攻击接过我 第三十三天至第三十五天 所有的守护者都从藏身之处出来了 他们一起向琵琶鱼开火 他们的联合攻击把他击退了 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我又进去用我强大的血闪电跟紧 终于把他打倒了 你真的帮了我们 现在去得到你的奖励吧 最后我又过去收集了守护者的血之心 我又获得了五颗星 变成了一条更强大的血沙 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血部能力 可以随意短距离瞬移 第三十六天至第三十九天 我和守护者一起回到了我的基地 我开始用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方块 在基地里为他们建造一座新的纪念碑 谢谢你鲨鱼 我们的旧家再也经不起另一次攻击了 说到这个我走过去放下了守护者的心 仪式圈又开始扩大了 又进了一步 就在这时我听到附近有人在吹口哨 我希望我能钓到一条大鱼 我又像噪音看到一个老人在他的小船上钓鱼 你在干什么 对不起小墨鱼 别伤害我这样的老人 我不是墨鱼 只是我原来的地方被那些讨厌的猎人污染了 他们不停地把所有的石油倒进海里 我得阻止他们 第四十天至第四十四天 他带我一直来到了可怕的地方 猎人建造了一个整个石油钻塔 他们正在往海里倒游 那些年轻人只关心钱 他们把石油看成是一张巨大的制票 也许是时候有人提醒他们不要惹海洋了 我游得更靠近钻塔 看到他们有两个主要的钻头在一边 我迅速爬上钻塔释放了我的斜斩机攻击 因为这个他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但一些猎人开始注意到了 就是那条笨鲨鱼开枪打他 我使用了我的心血不能力顺移到钻头的另一边 第四十五天至第四十七天 我迅速走向第二个钻头 正准备摧毁他却被向后炸飞了 当我抬起头时我看到了一个可怕的猎人机甲 猎人开始向我倾泻爆炸性攻击 我尽可能快地移动 试图躲避他的攻击但他非常强大 我使用了我的血不能力顺移到最近的石油碰口 他又释放了一次爆炸攻击 击中了我但也击中了石油 极其毅然的石油一直蔓延到钻塔 最终他开始爆炸 在我旁边的水里着陆的是一封信 我拿起他 看到上面是猎人游艇的储存坐标 他们把货物和其他人一起放在这里 第48天至第52天 我按照纸条上的坐标找到了猎人的游艇 我注意到甲板上只有三个守卫 其中两个人开始用他们的武器冲进来 但我现在更强了 很容易就把他们打倒了 带我去金库 猎人带我走到甲板下面 来到金库的门 他打开了一个开关 我看到锯齿杀的星就在这里 还有我父亲在一个水箱里 我跑了进去 我的孩子这是个陷阱 我转过身看到猎人又打开了另一个开关 门砰得关上了 房间里开始闪烁电火花 第53天至第56天 我开始在房间里向我父亲跑去 但更多的闪电陷阱开始击中我 我的血部试图躲避 但陷阱还是会击中我 我现在的生命值极低 我的视力开始模糊 爸爸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你能做到的我的孩子 我相信你 我父亲对我的信任给了我所需的力量 于是我用我的血部顺移到陷阱前 终于把他摧毁了 我把父亲从他的笼子里救出来 干得好我为你感到骄傲 爸爸我们离开这里 第57天至第59天 我走过去抓住了锯齿杀的心 这让我再次升级 我的体型和力量都增加了 现在可以射出一道血光攻击 我帮助我父亲回到甲板上 我们都安全地回到了水里 谢谢你我的儿子 别客气爸爸 但当我们开始游走时 猎人试图攻击我父亲 我的血腥视觉再次占据了我的身体 我释放了我的新血光攻击 直接回击了他 儿子那是什么 这是一种血怒的能力 但只有在我非常生气的时候可以使用 第60天至第63天 我和父亲安全地回到了基地 我很快在我家为他建造了一个房间 我走过去把锯齿杀的心 放在我家的其他心旁边 这让仪式圈几乎完成了 就在这时我感到一股寒意 顺着我的几两股息来 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幽灵潜水员 我对你没有恶意血沙 我是来给你带路的 我将是你找到最后一颗血腥的像头 也就是克拉肯之星 第64天至第68天 幽灵带领我穿越海洋 来到一个疯狂的冰层生物群系 克拉肯之星就在这里了 不完全是你首先需要做一件事 在某个地方掌管着克拉肯巢穴的钥匙 拿到贝克号角 他会带我们找到血质克拉肯之星 于是我开始深入冰冻尖塔 他蜿蜒的路径让我很难知道自己在哪里 就在那时我听到后面有什么东西传来 我转过身看到一群不死掠夺者在追我 你碰巧知道贝克号角在哪里 我们需要战争 他们都开始向我冲来 我们不能在篝火旁谈谈吗 但他们不听 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拐角处拦住了我 我用我的血光攻击把他们打倒了 第69天至第73天 我终于跑进了一个门口 里面高高地挂着贝克号角 但是越来越多的幽灵掠夺者 跑来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迅速使用了我所有的能力 把他们打倒 清理出一条通道 我冲向中心用血布顺移到贝克那里 我吹响了号角 发出了一声巨响 因为这个所有的幽灵掠夺者都安息了 干得好 血沙现在跟我来 幽灵潜水员把我带到了一扇巨大的水下门前 这是克拉肯的巢穴 门也打开了 先别庆祝你的考验还远没有结束 血沙他在下面等你 我们走进去一直来到一个水下洞穴 这个地方感觉非常死气沉沉 但在中心漂浮着的是克拉肯之心 第74天至第77天 我开始迅速向最后的血之心游去 但当我去抓他是我穿过了他 怎么回事 心还在他的幽灵形态 就像他以前的身体一样 然后在我身后出现的是幽灵克拉肯 出于恐惧我用血之斩机攻击他们 但他完全穿过了他们 血沙让我们看看 你是否有能力爬上我的心 克拉肯召唤出一根幽灵触蜘猛的向我袭来 你可以打我但我不能打你 鲨鱼听我说 你必须给房间里的水晶充电 只有这样心才会再次变成肉体 用你的血给水晶充电 克拉肯继续攻击我 我迅速在房间里顺移 我到了第一个水晶用血光击中了他 第78天至第80天 克拉肯开始更加激烈地保卫他的巢穴 我在周围游动寻找剩下的两个水晶 我终于找到了下一个 然后冲了过去 但克拉肯拦住了我 这是近距离攻击甚至比他的幽灵触蜘猪更致命 把我打得更远 我用血之斩即攻击 我能够打破克拉肯下面的地面 这导致暴露的岩浆快把他们拉了下来 我利用这个开口游到下一个水晶 把它削好 就差一个了 我在洞穴里绕了一圈找到了下一个水晶 但克拉肯的触蜘再次猛地向我袭来 我的视力开始模糊 第81天至第85天 我的视力突然在一个黑暗的地方恢复了 然后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我周围的黑暗水中游动 你刚刚犯了一个大错怪胎 我能做到 你什么也做不了 我有能力 我的视力恢复了 我回到了克拉肯的潮雪 我的血腥愤怒那应该已经杀死你了 看起来我比你想象的要强大 克拉肯愤怒地再次向我哭来 但我射出了我所能射出的最强大的血光 他穿过了它们 填满了最后一颗水晶 克拉肯的心脏恢复了生机 看起来我确实低估了你 鲨鱼祝你好运 它消失了 我能够抓住最后的血之星 我现在有35颗星 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洋生物 谢谢你让我和我的朋友们安息 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 第86天至第90天 我正在返回基地完成仪式圈的路上 我绕过拐角 看到维哥和他的手下正在准备他们的战船开战 我们要一劳永逸地镇压这场血腥的叛乱 谁把那条血沙的头给我 我就会给他大量的财富 维哥然后看了看在一个笼子里是吉尔 现在告诉我你的小朋友的基地在哪里 我必须在他们之前回家完成这一切 第91天至第94天 我尽可能快地游着 安全地回到了基地 你看到吉尔了吗 很遗憾我会解释的 我迅速游向其他的血之星放下了最后一颗 这导致地面震动 因为血之仪式终于准备好了 我游了进去 立刻感觉到我的血液力量得到了增强 我的体型变得更大 现在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血之生物 干得好 你想让我们帮你做什么吗 谢谢你大家 正如我所说爆炸声震动了我们的血岸家园的外面 让我们结束这一切 第95天至第99天 我游出去迎接维哥和他的手下 维哥你还没做够吗 即使我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奖杯也不会满足 除非我得到你的头 他走到一边露出了被困在笼子里的吉尔 然后攻击猎人的军队开始冲进来 使用他们所有的武器 他们用炸药把我来回炸 把我压倒了 但就在这时一阵攻击向他们袭来 我转过身看到水塔和骷髅们正在一起攻击 愤怒地接受这一切吧 你们这些没用的猎人 就是这样维哥伸手去打吉尔 但我的血腥愤怒被激活了 我开始向他冲去 我父亲跳起来 把维哥从吉尔的笼子里推开 快点离开这里 我和父亲正要潜回水 但维哥能够打中我父亲 爸爸你还好吗 儿子我没事 但你需要完成这件事 当然爸爸我能做到 第一百天我跳了起来 维哥我要让你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我和维哥发生了冲突 我们开始在他的船的甲板上战斗 我们一直在互相攻击 直到他用他的潜水服的有力一挥击中我 还没习惯那些腿是吧 我现在的生命值非常低 说了这么多 最后还是像我几天前看到的那只小鲨鱼一样死去 你真可怜维哥 他正要给我最后一击 我的血腥感觉让我用血布躲开了他的攻击 可怜的是你还认为你能在我的自然栖息地战胜我 我能而且我会的 维哥开始鲁莽地向我挥舞 但在我强大的形态下 他不是我的对手 我能够躲避他的每一次攻击并进行反击 你不能打败我 我是猎人而你只是猎物 永远不会再舍了 我用我所有的力量召唤出了最后一道血之斩计 这一击永远打倒了维哥 就这样我的敌人被打败了 第一天我做一只暗影迅猛龙幼崽 出生在洞穴中 整个暗影迅猛龙族群正在溃逃 陨石从天空中倾向下 一颗巨大的陨石猛烈撞击地面 毁灭了我的爸爸妈妈 抬头望向天空 我惊恐地发现 一只天使霸王龙从天而降 肮脏的迅猛龙全部都去死吧 只有我才是世界的主宰 神圣鸟龙冲入巢穴 清理残余的暗影迅猛龙族人 没有办法 我现在只能逃走了 第二天我一路躲避神圣鸟龙的追捕 不久之后 太阳升上天空 阳光灼烧着我的暗影 我躲入了附近的一个洞穴中 神圣鸟龙紧随而至 突然间我体内的暗影之力觉醒 我爆发出暗影光波 在敌人恍惚的间隙 我撤离了战斗 第三天 我意外地闯入一个巨大的洞穴 里面充满了滚烫的熔岩 神圣鸟龙的声音 近在咫尺 我冒险在岩石上不断跳舞 神圣鸟龙追上了我的步伐 突然间 这个洞穴剧烈了 神圣鸟龙转身逃走了 我意识到 自己正身处 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中 我设法离开了山脉 在火山爆发成一片 炽热的地狱之前 我躲在了一棵树下 熔岩点燃了附近的所有树木 第四天到第六天 我穿越森林火焰 寻找遮蔽之处 周围的树叶在燃烧 减少了我遮挡阳光的阴影 我不停地奔跑 直到被困在一棵孤立无缘的大树下 绝望中 我不断向下挖掘 意外掉入了地下洞穴 我转过身 看到了一只巨大的暴龙 第七天到第九天 暴龙张开巨大的下颚 向我扑来 它的攻击毫不留情 我发射暗影斩机 切割着它坚硬的皮肤 暴龙后仰 发射出一股 由纯粹精神能量组成的攻击 我侥幸闪避掉 我回想起了洞穴上方 是火山岩浆的海洋 我的暗影之刃 击碎了洞穴上方的岩石 岩浆慢慢涌入 最终倾泻在暴龙硕大的身躯上 将它点燃 第十天到第十一天 我进入暴龙的宝藏室 环顾四周 我发现了一些恐龙的残骸 我无意间碰触了其中一堆骨头 结果它竟然复活了 我意识到 自己身陷神圣鸟龙的重重包围 第十二天到第十五天 我在一处牢笼中醒来 四周是神圣鸟龙 我注意到 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升起 正当我以为自己在劫难逃时 骷髅恐龙出现了 它灵活闪避掉了 神圣鸟龙的围锥堵截 将我从牢笼中释放 我们一起向着远处逃遁 第十六天到第十八天 我沿着小径奔跑 最终来到一个古老的墓里 我看到了 一枚散发着黑暗能量的神秘化石 地面突然开始摇晃 我见到了数日前碰面的暴龙 岩浆没有击败它 它张开强大的下颚 仰向我 我跳入破败的目的 抓住了化石 我的体型增大 背上长出了强大的尖刺 我现在是一只 拥有十颗星的长年暗逊猛龙 我以极快的速度斩击 凭借我的速度和敏捷 我可以轻松进行攻击和闪避 暴龙的皮肤坚韧如钢 我的强横力量 致使我能够切割暴龙 穿透他的皮肤 我咆哮着发射出暗影光束 直接削弱了暴龙的战斗力 在我如潮水般的攻势下 暴龙被干掉了 第十九天到第21天 我与杰克一路逃亡 我们躲入了一处黑暗笼罩的区域 黑暗隐秘了我们的身形 神圣鸟龙离开了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基地 以此保护我们 免受神圣恐龙的骚扰 我将基地建成 一个带有灵魂之火装饰的 迅猛龙头 头骨背后 通向基地内的杰克告诉我 传说中一共有六块暗影化石 他们可以赋予我 匹敌天使霸王龙 得力量基地上风 忽然发生爆炸 天使霸王龙寻觅到了我们的下落 第22天到第24天 天使霸王龙降落在基地外围 搜寻我们的下落 我和杰克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藏匿 我们平住呼吸 天使霸王龙不断逼近 我感到心跳加快 不幸的是 杰克陷入了恐慌 疯狂跑了出去 天使霸王龙发射了一道强大的魔法 光束重创了杰克 第25天到第26天 我上前查看杰克的状况 此刻的他奄奄一息 拯救他的唯一方法 是获取黑暗森林中的第二块暗影化石 经过一段旅程 我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天空是红色的 我内心感到一种恐惧 我来到了一个长满杂草的区域 我感受到了黑魔法的存在 突然藤蔓向我发起攻击 我挥舞力找反击 将厚实的藤蔓切割成碎片 藤蔓愤怒了 他喷射出凡人的虫子和种子炸弹 炸弹在我周围爆炸 虫子无情地围攻我 第27天到第29天 我逃离了藤蔓的魔爪 发现了一桩废弃的剑柱 我听到了背后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我转过身 看到了一群灵魂 灵魂体围攻了我 他们发出刺破耳膜的尖叫声 释放出幽蓝的光芒 令我震战 我身形如幻影 不断斩击 战斗中 灵魂体提及到了天使霸王龙 我向他解释了情况 我们站在同一战线 突然神圣鸟龙涌入战场 第30天到第33天 我在建筑中不断穿梭 道路仿佛没有尽头 建筑好似在玩弄花样 我跑到附近的出口 一切都很安静 直到一个生物在黑暗中奔跑 地面突然塌陷 我跌入了黑暗中 第34天到第36天 我在一个深邃的黑暗生态系统中醒来 我在基座上看到了暗影化石 突然间 我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向我走来 突变寻生守卫正在黑暗中潜伏 糟糕的是 我踩到了一根树枝 暴露了我的位置 第37天到第40天 我与突变寻生守卫紧张对峙 他在体型和力量上占据绝对优势 他试图将我砸成肉泥 坚硬的拳头 每次垂击地面都能溅起碎片 寻生守卫不仅强壮 而且速度极快 他疯狂咆哮冲锋 我试图冲向暗影化石 但我的所有尝试 都以痛苦的失败告终 突变寻生守卫 一次又一次地将我击退 我的生命值越来越低 第41天到第43天 我继续与突变寻生守卫战斗 一只暗影剑持虎横空出世 他向寻生守卫 发射了一颗巨大的火箭 寻生守卫将目光转移到了剑持虎身上 我趁机取走了暗影化石 随即我吸收了化石中蕴含的能量 我变成了最终形态 获得了一项 发射暗影法球的技能 我一改之前的颓废 寻生守卫 在我的攻击下 隐恨西北 暗影剑持虎名 小萧恩 第44天到第46天 我回到基地 治愈了命悬一线的杰克 我向他介绍了自己的新朋友萧恩 随后 我修补了破损的基地 第47天到第50天 我前往基地外查看情况 我意外发现了 天使霸王龙的下午 他正在进行某种仪式 转瞬间 美妙的夜晚 变成了灼热的摆柱 太阳迅速将我烧伤 我伺机躲入了一处洞穴中 第51天到第52天 我进入了一个 充满了长颈鸟的森林 地区长颈鸟 正遭受神圣鸟龙的袭击 我使用了暗影法球 和暗影利刃 击败了这群入侵者 长颈鸟 只因我找到了一名女巫 女巫交给了我一个魔法道具 云彩遮蔽了天空 下起了倾盆大雨 洪水泛滥 强降雨冲走了我 第53天到第55天 我在海洋中醒来 我的呼吸非常困难 一只水生恐龙 前来解救我 它名叫米亚 糟糕的事 天使霸王龙的爪牙 紧随而至 第56天到第58天 我与敌人爆发的激烈战斗 水下作战 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 敌人挥舞茅刺 和披斩攻击 我在水中不断游走穿梭 一场熬战之后 我消灭了这群来犯之敌 随后 米亚带我来到了一个水下宫殿 宫殿受到光之法球的保护 米亚穿过光束 解除了能量护盾 第59天到第61天 我来到了宫殿内 面前的宝藏 正是我朝思暮想的 第三块暗影化石 我转过身 看到一个蛇发女妖 她是天使霸王龙水下军队的首领 随即 她向我投掷了一柄长枪 我堪堪躲过 我爆发暗影冲刺 给予她沉重一击 蛇发女妖召唤海藻网 限制了我的移动 我没有退缩 在战斗间隙 我从基座上抓起了化石 我融合了化石的能量 获得了五颗星 同时具备了一项瞬移技能 现在的我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蛇发女妖的法术 连绵不绝 我利用瞬移闪避掉她 一次又一次攻击 暗影法球 给予了蛇发女妖致命一击 天使霸王龙从天而降 她将地面变成了岩浆毛龙 我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岩浆不断灼烧 一点点削弱我的生命值 不久之后 我便陷入了昏迷 第62天到第64天 我醒来时 发现自己身处 天使霸王龙 积聚了强大的攻击能量 令我惊讶的是 肖恩突然出现 打断了她 肖恩发射火球 攻击天使霸王龙 弱小的肖恩 显然无法与强大的 天使霸王龙相匹敌 天使霸王龙 给予了肖恩致命一击 我愤怒至极 冲破了囚禁我的牢笼 我知道 此时与天使霸王龙战斗 是不明智的选择 我选择了撤离此地 第65天到第68天 雷电巨龙 浮现在我的面前 她的敏捷非比寻常 我向她发射了 一连串暗影法球 然而她坚固异常 我的攻击毫无效果 雷电巨龙的攻击 如雨点般下 闪电令空气闪烁轰鸣 绝境之中 我纵身一跃而下 向着地面急速坠落 第69天到第71天 杰克跑来用一桶水救了我 我将肖恩离世的消息 告诉了杰克 杰克内心悲痛不已 随后 我们来到了一处 破败的村庄废 此地曾是杰克的家园 邪恶的天使霸王龙 毁灭了他 第72天到第74天 我和杰克 躲避三角龙的攻 他将我们堵截在一处深坑 我向他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随即 三角龙带领我们 来到一个神秘的祭坛 祭坛上空空如影 我注意到了 墙壁上突出的一块岩石 按钮我按了下去 下一瞬间 在我面前 出现了一条 通往地下室的楼梯 一道攻击 从天降 击倒了三角龙 抬头望向天空 我看到了霸气外露的雷电巨龙 杰克决定掩护我 进入地下室 第75天到第76天 我进入了一座神殿 第四块化石 正处于基础之上 地面突然剧烈摇晃 雷电巨龙击碎了墙壁 它幻化成了全副武装的 铠甲巨兽 强悍的攻击 引发地面碎片四件 纵使穿着沉重的盔甲 它的速度依旧灵活 我不断向它发射暗影反球 然而我的攻击 不足以穿透它的铠甲 战斗中我落入下风 紧要关头 我吸收了暗影化石的能量 我获得了引发岩石下坠的技能 锐利而且沉重的岩石 在初期不易间击中雷电巨物 直接穿透了它的坚固盔甲 第77天到第78天 我回到了地面 杰克正关押在牢笼中 黎明即将来临 千军一发之急 我拯救了危在旦夕的杰克 第79天到第80天 我跟随米亚 来到了天使霸王龙的秘密基地 向里面凝视 我看到了 天使霸王龙正与神圣鸟龙交谈 火焰飞龙顶替雷电巨龙 成为了最强统领 随即火焰飞龙一击 秒杀了神圣 鸟龙出燃 火焰飞龙将目光转向我所在的位置 第81天到第82天 我小心翼翼前行 我需要时刻保持隐蔽 火焰飞龙的嗅觉非常灵敏 它可以轻松捕获我的位置 米亚将我带往了冰 上面记载着下一枚暗影化石的位置 第83天到第84天 我按照地图穿越了寒冷的冰原 我发现了一个被冰冻的雪巨人 我点燃了几堆篝火 融化了寒冰 雪巨人从冰封状态中解脱 他转身看到了火焰飞龙 随即挥舞战锤 静止冲向火焰飞龙 第85天到第86天 我来到了一处湖泊 湖泊中生存着一群残暴的霜冻血 我转身看到了尾随而至的火焰飞龙 它飞掠上天空 以惊人的速度追劲来 第87天到第88天 我抵达了地图上的位置 此处是一座高耸的神庙 我在神庙中央 见到了梦寐以求的暗影化石 寒冰傀儡从天而降 挡在我的面前 它是化石的守护者 不允许其他人染指暗影化石 第89天到第90天 我与寒冰傀儡激烈交锋 它投掷巨大的雪球攻击我 我利用暗影瞬移不断闪避 寒冰傀儡释放出极寒蒸气 使得空气中的温度急速降低 我积蓄能量 凝聚出了一个超级暗影法球 一击之下 寒冰傀儡隐恨而亡 火焰飞龙寻生而来 我再次融合了暗影化石的能量 火焰飞龙喷射火焰 同时将自己隐藏在火焰中 这使得我的攻击很难命中 火焰飞龙利用自己的敏捷性 翱翔到空中 向我发射火焰风暴 我无法与之抗衡 情急之下我转身撤退 第91天到第92天 我回到了基地 杰克向我展示了他的结果 他建造了一座微恶的暗影 迅猛龙雕像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第93天到第94天 我跟随在天使霸王龙身后 直到我们来到一座古老的神殿 我躲在神殿之上 查看状况 火焰飞龙 取走了我心心念念的暗影化石 第95天到第96天 我到达了一处宏伟的城堡 城堡之外 神圣鸟龙严阵阵以待 我小心翼翼前行 暗影灵片为我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武力 行第97天到第98天 我进入了城堡 我飞快地冲向基座 抓住了化石 我意识到自己中奖 火焰飞龙从天降 战斗一触即发 我释放出排山倒海般的暗影法球 火焰飞龙喷射出炽热的火焰 同时接连不断地发射爆炸 每一颗火球都蕴含着可怕的热量 与上次交战类似 火焰飞龙将自己包裹在火焰中 化身为一颗巨大火球 幸运的是 我的暗影迅猛龙之刃 可以让我自由穿梭 火焰飞龙飞向天际 喷射出令人恐惧的烈焰 我凝聚体内能量 给予了火焰飞龙毁灭性一击 地上掉落了最后一枚暗影化石 我获得了额外的十颗星 和火焰爆发纪念 第99天 我回到了基地 我将六枚暗影化石 放置在了宝藏室中 突然间 我进入了幻想世界 我的父母站在我的面前 爸爸妈妈 因我而自豪 我是他们的骄傲 我回到了现实 抬头望去 我见到了我的宿敌天使霸王龙 在所难免 我凭借暗影 迅猛龙之刃的力量 向前冲锋 我的速度快如子弹 我来回斩机 不断切割天使霸王龙的身躯 他的生命急速流逝 天使霸王龙 愤怒嘶吼 他积蓄出一种神圣攻击光辉 聚集在他的周围 形成一个巨大的光束 天使霸王龙的攻击点燃了我 我以寒冰之力进行反击 天使霸王龙 无疑是我所面对的 最强大的敌人 我可以感受到 他变得绝望 他发起了毁灭性的攻击 试图摧毁天空 竞技场 我凝聚暗影之力 化作暗影法球 直接命中了天使霸王龙的头颅 我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捍卫了暗影迅猛龙一族的荣光